首先 宣讀前次會議 宣讀前次會議 宣讀前次會議的議論 有關於林一介的會議紀錄結論同意被查 報告案 案1 文化資產導存法第三次條 公安處理原則 報告案 結論 本案經出席委員討論同意如下 1 文化資產導存法第三次條公安處理原則為 先將各專案小組會議 若該專案會議認定該個案未有破壞古籍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聚完整 遮蔽其外貿或阻敗其觀乃通道支援者 宣本委員會報告 若經專案會議認定該個案有破壞古籍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聚完整 遮蔽其外貿或阻塞其觀乃通道支援者 宣本委員會審議 2 市定古籍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就職 新建築宗議案 新該專案會議認定 未有破壞古籍歷史完整 遮蔽其外貿或阻塞其觀乃通道支援 同意被查 那跟委員說明一下 這個案舉我們在1月30號的時候 有邀請相關單位一起開會 並獲得旅會的一致同意 就是具有共識 所以做成這個結論 審議案 案一 傳除山文化主張範圍空軍作戰指揮物 心理區整建工程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委員會 綜合討論後 並有出席委員制同意 原意如下 1 統一AA02001-007 AA02001-053 AA02001-071 建物不具文化資產價值前 建物不具列車尊崇崇崇 2 有關空軍作戰指揮部 福星營區整建工程計畫 原則同意通過 其空軍作戰指揮 其內建物文化主張基礎居室用途 持續移民性單位居民周通 遭到撥影響標 3 本案會有文化資產保證 法律34條規定項目 破壞RTT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觀乃通道支出 同意審查通過 4 為確保營區中莊古基歷史建築之安全 後續請通知作戰指揮部 提供古基歷史建築監測及保護計畫 送文化主審查 案2 歷史建築原市令工會堂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以致同意決議如下 本案審查通過 案3 直轄市令古基南港台電倉庫庫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1 本案請文化局邀請都市發展局 產業發展局都市更新處等相關單位 依委員意見究古基定住土地範圍及批布 從組位置先行延遲商後再送本委員會審議 2 有關A13倉庫庫批布分客室組合行價處置方式 請一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辦 案4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166-168-170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會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166-168-170號建物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基不登入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2 建請申設單位於後續都市設計審議程序中 將建物原有三層樓規念 1 原貌房做事項並同納入考量 案5 文山區政治大學畫南新村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1 反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同意登入政治大學畫南新村文聚落建築群 2 有關聚落建築群區域畫定範圍 請文化局邀請相關單位緣議後再提送等委員會審議 以上 會議記錄請委員確認 請向市立 склад Snowboard ished 郭婷一貫住二媒體 郭婷淑一貫住 收入文化資產原價觀衆議 審ambling 下面無窄過頭臨 請承辦單位請 台北市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俱樂建築 107年編列私有文化資產補助經費 資本門的部分合理是一千萬 私人合理一千萬 經常的是三百一十六萬七千三 懸案在去年11月30日截止收檢 本次申請的狀況 資冷門的部分 本局要配合文資局 107年異類有懸望事案補助的有三案 受理跟本局申請補助的有七案 經常門的部分 配合文資局 本局要補助的有一個案子 本局受理申請的有四案 本案是油專小組 是以天安委員理副國委員 專貼權委員組成 經會開個審議後 說明如下 配合文資局補助的有 銀鬆庫修復機再利用工程規劃設計 清真寺規劃設計及應應計畫 及清真寺呈現調查計畫 還有清真寺拱圈及及加固 本局補助的有 一方居補錯修復工程第二期 蒙甲駐村將軍廟第二期修復工程 超委醫院結構補牆工程 廣和堂藥護應應計畫及修繕計畫 本案是改列於金長門 那名稱也更正為廣和堂應應計畫及重飲防治計畫 還有安息街州宅緊急搶修工程 陳德新堂整體修復及周邊附屬設施環境整備計畫 屋林山莊修復職再利用工程 金長門的部分 本局配合文資局補助的有 北投服務館5G日常管理文明計畫 跟本局申請補助的有 靜南基督長好教會主日學教室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裝協發港兵文資獎評年度展示講座及網站建置系列活動 普天生雕塑美學藝術教育展 廣和堂藥護民眾參觀展示計畫 全案會請申請人在107年5月30號跟本局簽訂完行政等途期約或辦理計畫的修正 依據上述本次的經費經分配完以後 資本門跟金長門已全數分配完畢沒有餘額了 詳細的會議記錄跟本次審查的原則 請委員詳參附件1234 你請同意被查前述和令補助結果 分配的結果將公布於本局網站 以上報告完畢 大家可以 有沒有啊 報告完畢 南根中繼市場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 及本將此處理原則報告案到期明確 依據黃泰山保存法第34條及本事文資會第102次會議報告案 一結論辦理 本案是實驗院長萬清德院長於106年12月11日聽取本府所提專案報告 原則同意將黃光特區特熱基地短期至本府作為南門市場 將會同意接過 涉及文資法第3次條規定 另外該基地下方可能存有以台北城牆石師做的下水道 涉及本市文資會審議同一支五城牆石保存或再利用處理原則 本局107年1月19日召開相關的審查會議 邀請張天全委員等五位委員參加委會 相關的會議結論 以本案原則同意新公處及規劃單位所提作法 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提成本次的文資會報告 有關基地新南側建築的部分 請本局邀請相關單位辦理會堪 確認歷史建築範圍以及後續移動文化局辦理的可能 本局依照前述的會議結論於1月31日召開本 歷史建築範圍的會堪 請文資委員、李強安委員等三名委員 還有相關單位與會 會議結論是 委員現場討論愛國東路3號歷史建築範圍 以現有基層圍牆為界 原本的歷史建築公告請參閱 那黃光特洛基地的基地範圍 在這個接貨範圍裡面 就是杭州南路2段還有愛國東路 愛國東路21項 以及杭州南路2段51項這個範圍內 像歷史建築範圍在基地的西南側 地極地形的套位圖請參閱 現場的照片 東西南北側還有現存的圍牆照片請參閱 你辦 一 南門中繼市場工程未有文資法 第三四條所列有破壞歷史建築組織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塗色其翻覽通道之餘 你請同意備查 二 歷史建築原台北行務所關設 三 區愛國東路3號鎖定陀融之土地範圍 你請同意以現存既有圍牆為界 三 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上報告 接下來今天有五個審議案 審議案一 指向市令武器張群部居 三 區再利用計劃審查案提行審議 請公園處做檢報 同仁先做順位 張群部居位於士林關底公園內 主要介入兩層樓於民國101年 由公園處住進辦公 後因市府政策決定作為中正圖書館 所以公園處於民國102年頒出 郭宇文化局進行圖書館的規劃避用 本建築於103年6月13號 公告為引之下施定古蹟 那在這個中正圖書館的修復佔用計劃呢 液金本會104年10月15日 第73次審議 委員會審議 本局105年1月6日 同意核准在案 那應受執行單位的政策條件 後續並沒有執行 那公園處有辦公需求 於是在民國106年一波該處管理維護使用 附屬建物今本局106年4月26日 有邀請本委員會的委員 詹天權委員 王惠軍委員 會開審查後 同意在不影響整體建築構造 外觀及避免建物長期會使用而損壞 由公園處進行整修 公式林觀體公園 公班同仁休息使用 那因整個戰利用計畫改變 公園處檢送 招群故居戰利用計畫 送本局審查 本局於106年12月15日 邀請文資委員 李前浩委員 詹天權委員 王惠軍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公園處並於107年1月11日 解送修正計畫 那相關計畫請委員翔參 那現在再請公園處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請公園處擇重點 精簡的報告 最多不要超過10分鐘 請公園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大家好 請代表公園處 提行審議 本來計畫是支架 前沿部分是商局過去四十一關 內的建築物 是承認行政院長 中東武秘書長 尚名先生遇守 那是臺灣建範戰後 建築帶流通到建築書的設計 那因為本處有辦公經設需求 所以 在106年一波 本處在台灣人物使用 那附屬建築 國經文化局邀請文治委員 先開後 同意整修 本來主動建築 因為有盤基教育 及辦公經設需求 當他特質 申請審查 下一頁 那這是一個市民管理公園的 一個平面布設 那張群陸居所在的區位 是在左下角 最紅色 包起來的區位 那這是一個建築聯合 那下一頁 那邊特別報告一下 張群陸居這文治身份的審計 是在明頭100 03年4月7號 提醒文治委員會 第56次會議審議 同意指定張群陸居為 施行鼓勵 下一頁 那這是一個建築外觀要冒的 一個認數 請猜一遍 那這是南側的地面 東側的地面 北側的地面 西側的地面 那在這邊報告一下 這是民國97年的時候 供應數自至784萬 784萬 拯救內部 因為當時候 建築三位指定為古基 那建築因為長期會使用維護 內部居家神社損壞嚴重 所以當時的拯救 就是以辦公廳設的需求來做一個拯救 那張群陸居內部神社現在已經不存在 那目前的情況就是97年拯救過後的一個現況 下一頁 那大概是一樓的規劃布設的空間使用 下一頁 那1997年拯救前的一個平面圖 下一頁 那拯救後的一個招況 那這是目前我們規劃設計的一個空間的布設 那這個部分是教室跟會議室 展示室 司機休息室 機房 廁所 門廳 本廳 那下一頁 那這是后的 bench 這是未來規劃空間使用 這是原藝補辦公室 ……事務間 設的一個導覽 這是門禮金照片展示室 教室會議十字公司 司機秀則是儲藏室 機房茶水間廁所屋的照片 這是二樓主任辦公室副主任辦公室 二樓圖幕延宇部辦公室 這是南廁門廁的照片 林浴間茶水間的照片 事務間儲藏室的照片 在照明跟插座分店箱跟控制箱每個照片 這是二樓部分 這是活動所會有形式的 這是一樓照明 目前都是可以放光的 這是二樓部分 在冷區域的廣告面 它其實上方就保留了插座 這是室內當時二樓流色的衛室 這是要復環來觀察這個地方的一個規則 這是二樓部分冷氣率流口 下一列 這是電信跟網路合的一個流色狀況 下一列 那再來最終只要做一個說明 第一就是現況外觀不亦改變 第二就是原有結構保留均不亦改變 那除了沒有外生設備 因為拆除變更有關係沒有其他拆除行為 但是一樓公園使用二樓公園使用 那醫療展示是原則上以圖文照片方式展示 將收集相關的維持資料集中展示 辦公室的櫥櫃窟採穿文圖櫃方式櫃 那基建照明電信網路的設施 精簡事件為97年整修跟新後的設施 那本市已抽外內部的線台為工作 主要工作 那工療網面經典周急97年整修工程 及當時後辦公室只用工療設施是窗型冷氣 所以建議還是以窗型冷氣為原則 有關於衛生設備 因為屬於市場生活必須的設施 以符合現行建築規範及生活基本需求為原則 這是當時附居有保存的城市的參與 因為在室外規劃公園設置停車空間 因為附屬建築上有一些民進工程 附屬建築是這一棟 附屬建築有一個民進建築還沒有完成 在本次計畫都是過去市場下約 這是廁所中修前中修後前的教堂下約 這是二樓的廁所中修前中修後的下約 那工期預付大概55天 以上就對於主動的建築物來做一個總結的說明 那請 請何人三月以上報告 大家對於這個案子 粘前部分的建議 請採討 專程庫一定要寫一個耳機 或是一種病毒 所以我想 既然阿美已經在異議 但是我覺得 監控工業處應該有的佔助 在這裏不能再作為幫他使用 因為王大宏先生是台灣近代建築的一個先驅者 他所設計的東西都在國際的知名度上的行為 他難得留小期的作品 像張群工具或是他本身在進南部隊的工具 這部分尤其也有接近的市民館 對這整個地方的文化都有貢獻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點也很好 將來是不是有更殘忍的發展復原 然後作為紀念王大宏先生的紀念王大 這是一個相關不錯的地點 那我想王大宏先生過去的有很多的聲音 像外交部或者是國不見王 事實上我跟他演出過 他自己都要活 因為被改的太多 尤其是國不見王 所以我是覺得這兩個固定 雖然是很小 但是能夠表現近代建築的競爭 那我看他們修改的 幾度把原來的格調國不見王 但是暫時的行程都要先 以後是更殘忍的地方 把他分成一個故居原來的地方 作為一個暫時 作為台灣 尤其台北市 近代建築的一個發牆的先群人的暫時 因為他的這種像洪裝的做法 爬片的動作 或者是開放空間做法 這個是在對建築系的區域上 在德國他們有些像阿森隆那些 Mislander 她基本上已經拆掉 他們還要把他們的負負負責 然後Mislander 她也是事業務員在捷克 他們最新的把這個求傳 但是風格是非常非常 跟當時的一些建築物很明顯的區域 然後我覺得這個在建築史上 還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也想要跟一些介入 謝謝 然後這就是最後的問題 我們就是在建 王高宏做住宅 其實在台北市異議不多 他自己的房子巴基南陸天母 還有我們在北美館旁邊 我們從建在天國南陸 所以我也認為是說 暫時性的使用的時候 那個公園處要注意 我常常看到我們的公務人員 在使用空間的時候 常常對待很多東西 然後反正需要什麼就做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在機電設備必要的東西 先做一個通牌的考量 而不要把窗子也都不要堵住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水平的 所以我建議是說暫時性的東西的時候 還是要考量剛剛那個薛老師所提的 到未來如果有更好的使用的機會的時候 才不會又重新來過一遍 尤其在士林觀點裡面 它本來就是可以 為了可以變成是參觀 我們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展示的空間 空間的過渡 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其他委員 雖然是暫時性的 不過剛剛在一樓的時候 其實有私自展示式 所以請公園處把那個 在利用期間 短期的在利用期間的那個 開放參觀的計畫一併納入 其他還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做一些規範的結論 就是說 這個允許暫時性的持久 但是 目前使用的相關的規範 跟剛才委員提到的一些 例子性的 直接展示的空間 規範 以來一定 大陸的規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這個使用期限 剛才講 雖然是暫時性 有可能規範是各種期限嗎 我們這邊要規範 有沒有 沒有辦法去做規範 只是做建議而已 這樣 OK 那如果是這樣行情的話 就是說 這個 使用單位還是要把這個 規範使用的這個期限 將能夠定出來 那在未來來講 就是說 還是一個規範 有貌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行第二天 第二天 第二天 歷史建築 原台的請務所關設 擴大登陸範圍審查 即再利用報告案 提起審議 法案依據文財法第十八條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登陸被指審查機 付出辦法 犯理情形 吩咐於 102年12月3號 公告端入 任台北行務所關設 為歷史建築 相關資本資料 如下 地址在大安區 金華街135號至177號 以及愛國東路3號 其所定住的土地 這是第一號為 金華段三小段 146部分D號 以及金華段三小段 五六四部分D號 那建築物是 198號等建號 本局 106年12月27日 辦理以 歷史建築原台北行務所關設 修復工程 委託技術服務 系統設計 續審會議 會議結論 有關金山南路二段 112號建物 請辦理 原台北行務所關設 擴大 登陸範圍事宜 以後續提送 文資會選議 並請建築師 於會議中 報告 本案再利用規劃 金山南路二段 112號建物 坐落土地 在大安區 金華段三小段 146至7部分D號 以及 145至1D號 監號為同 小段1480建號 位於金山南路 以及金華街口 是兩層樓的木造建築 土地所有權人為 中華民國 管理人為 防務部剿證署 台北看守所 本局在107年1月10號 邀集王惠軍委員等 自民委員辦理 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 審查會刊 經委員會刊之後 本案建物等文資價值 委員未達共識 以至需要其他文資委員辦理 會刊 另外在107年的1月31日 邀集 李千朗等4名委員辦理 本案的第二次會刊 那今現刊委員 綜合討論後 建議擴大歷史建築 原台北行物所 官設的範圍 兩次會刊的委員意見 建築要如下 建物標的為官設建築 存在利用發展重要關鍵 建議納入範圍 其構造結合磚木材質足夠 此轉角二層建物形式不多建 應盡量恢復原建物之磚 木材質 具文化資產價值 有利用之潛力 4146-7以及145-1 為原形物所官設置 以部分 建議擴大登陸 訂座土地範圍 112號 具再利用必要新設施條件 5本建築為增建制二樓 其樓建築 使用材料簡易可配合其他歷史建築 進行設計 另外 精華段三小段146-1 在106年8月及10月 重新分割為同小段146-4 146-6 以及146-7 三筆第號 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 管理人為台北看守所 後續變更管理機關為本府公園處 以及本局 原台北行務所官設 按著東陸3號歷史建築 坐落土地範圍 請本局 在1月31號 要求分資委員辦理現他 同意建物現存 藉有違強違建 以上 建議並同本案辦理 變更公告事宜 有關精華段三小段 五六四地號 後續將辦理第幾分割 您請同意依分割結果 由本局進行辦理 變更公告 您提送本委委員會審議 那原歷史建築的公告資料 請參閱 原本的歷史建築範圍 也請參閱 圖面就是橘色方塊的部分 那地形及地極的套繪圖 請參閱 目前擴大登錄 街山南路2段112號 建物在基地的右下方 另外重新分割後的地號 原本146地號重新分割以後 現在是146-146-146-147還有145-1 這是現刊的現場照片圖 您請同意 您請同意變更歷史建築 原臺美行務所關設地位 部位置 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 放門真面積及地號 變更公告事項 以原102年12月3號公告 歷史建築地位及位置 還有它的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 請參閱 原本是135號一直到177號 以及愛國東陸3號 那定著土地的地號及面積 在金華段三小段146地號 以及同小段五六四地號 那保存範圍是以權動保存原則 不含後期增建部分 那現在建議變更後 歷史建築地位或位置 以及其所定著的面積及地號 除了保留原本的位置 也增加金山南路二段112號 那它的建號是1480建號 那重新分分後的地號是146-4部分 146-6部分 146-7以及145-1以及564-1部分 那令以愛國東陸3號建物現存 藉有圍牆為界 保存範圍以權動保存為原則 變更理由以及法律依據 因金山南路二段112號建物文理事建築園 台北行物所關設建築圈之一 其後期增建以及後期使用者 因空間使用需求所陸續增減為歷史保存及再利用完整性 納入歷史建築保存範圍 二配合地級分割 三法令依據是依據文資法第十八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分路廢紙政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 向第三反登入基準 二後續在金華段三小段564D號辦理地級分割後 由本局進行辦理變更公告事宜 免提升本委委會審議 三等愛提醒本委委會審議並審議決議辦後續 從金華街金山南路口開始的九棟十九棟的這個歷史建築 還有很多房子 我們目前由文化局來辦理它的規劃設計 跟未來的修復再利用 那我想是不是接下來請文化局委託的徐玉健 徐建築師針對修復再利用等等 再做一個簡報 謝謝 主席各位委會的委員 大家早安 那針對我們這個案子 未來國化在利用的部分 跟各位委員說明一下 然後針對我們這個案子其實 主要的原登錄的一個公告範圍 其實就剛才文化局報告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後來發現就是 當初在登錄的一個D號的部分 它其實有一個狀況就是 當初只有針對146D號的部分來作證 那我們現在發現這個重要的一個浴場的空間 當初在登錄的時候其實沒有納入這個範圍 所以第一個當然有一個部分浴場的空間要多大範圍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所謂的112號 那整個112號這個部分 其實在這個整個零進化界這個街角 其實很重要 也是當初這個行務所觀設一直到 光顧過華方社區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路口影響 那這個揭曉的地方其實在未來整個活化 它因為整個華方社區當初有很多重要的外省的一些餐飲 那所以等一下會跟各位報告我們一個重要的一個 在內有的一個想法 那另外擴大這個位置 因為旁邊其實還有一個越南堂的一個歷史建築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整達這個區域 然後保有這個完整的一個行務所當初一個 南側觀設群的一個完整性 那另外剛才也有提到一個就是愛國動物善 然後這個是當初行務所副點餘長的一個觀設的位置 那這個也是這一次希望在同步登錄的時候 把這個1號做一個分割的一個處理 那我們整體在思考這個行務所南側觀設群 其實希望這樣 這個案子其實在去年106年的6月在溫室大會報告過 我們希望在這個整個觀設群能夠有一些是 當然未來國外有些位置會做活體的一個使用 那這個區域的育場這個區域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些學生文創的活動 能夠在這個地方來做整合 那現在目前這個我們所謂的V區 是整體日式建築最完整 就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日式風貌最完整的一個區域 所以我們會復原它完整的一個所謂的日式的一個 建築包含它的一個庭園景觀 那未來這個地方來做一個日式合同餐飲 那旁邊這裡我們所謂的西區 它有部分的這個觀設還保有 那有一些已經殘破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在活化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混創藝品 那當然之前談的就是說有一些 之前有一些獸型人他們可能有一些重要的東西 可以來這邊再做使用 那到地區 疫區它的串連 因為疫區就是當初的一個活塞的一個區域 那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地方整合之後有一些侵蝕 搭配這邊有一個文藝市集 搭配當初有一些重要這個畫畫社區 有一些主要的服務案 然後博物館 它用職人示範的一個做法的方式 來俘化這一個空間 那再連接過來當然我們針對這個行務所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畫畫社區 包含行務所當初的一些史料 來做這個史料展成的一個史料管 利用這個位置來串連這兩區 那剛剛提到1、2號其實就是在這個街角的位置 那這一區其實主要就是當初 這邊有很多黃光社區當初的一些居民 他們對這個地方這個街角的空間的一個想像 包含它的一些特殊的牛肉麵 老丈牛肉麵 廖家牛肉麵的一些 當初外省的一個特色餐飲 我們希望未來文化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個美食文化區 然後讓這個地方未來的經營能夠有更好的一個 不管是市民的基地基 或是在空間使用火花上 都有比較好的一個佔用 那這是我們大概就是 當初這個整個在行務所在各局還沒改變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 我們的基地位置就在這個區塊 那這裡就是復典魚長的一個觀設 就是我們的愛國東路3號 那所以這個地方 現在現存的防設 就是在比較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這裡的區塊 那這是我們後來套點的金山南路2段1 2號這個位置 在1957年的時候的一個現況 那金山南路開拓之後 它開始有了這棟房子 所以這棟房子在當初荒荒設局的這些居民 包含是吧 新村這後面的一些居民 對這個房子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向的一個存在 那我們也比對了就是周邊一些臨近這個當時 當初大概五六年代都有這樣二樓的一個構造物 然後還有外牆上有魚鱗板 然後還是用傳統日式的這種 日本的文化襪 然後還有木屋下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這是在臨近周邊 現存大概都是以這種房子的一個格局的樣式來做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我們現在這個2段112號的一個房子 那我們現場也看到它其實也保留了當初這種日式的 種族式的一個日式屋架的一個形式在一個地方 那未來我們在復原的部分當然這個木架會保留 那立面的魚鱗板我們也會把它做修復回來 然後保留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在未來這個火花的一個重點 有這棟房子的一個價值就是希望能夠 強化華光社區這個入口意向 然後跟這個華光社區當初這些市民的一個集體記憶 那另外當然未來越寒棠如果能夠有一些修復 這個跟金華街這一棟的一個關係 它其實可以有一些串連 那另外一部分我們心塑另外一個就是在外側這個估計 這個市令估計圍牆能夠增加市民在這個地方參訪的一個火花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是我們希望說未來火花一樓當然幾樓空間 我們會保留它的使用 那另外一個部分在二樓空間有一些二樓的一個小的一個餐飲的一個區域 那讓市民可以在這個位置透過這個樓梯或者外廊道 增加跟這個所謂的古蹟的圍牆 或者是說在旁邊還有一棟立房的日式入口上的宿舍 能夠有一些串連的一個關係 那另外一個部分這棟房子保留還有一個目的是 因為它這個跟原本的日式建築的一個槍體 它現在其實已經共過在一起 那如果這棟房子裁掉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遇到一些不可分割的一些介面處理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希望利用這棟日式建築的房子 就是把這一棟一一二號來作為它一些附屬的一個空間 讓未來整體的這個活化 作為這個華光設施區的一個特殊餐飲的一個 的可能性的空間能夠增加 那透過這個外面有一個外廊道可以跟這個市民土地這個圍牆 也有一些視覺上的一個關係的串連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能夠整體針對前 在之前登陸的一百零一年登陸的這個地號的範圍 我們再針對這個一四六之六跟一四六之七 那包含這個地方有一個一四五之一的一個地號來做一個登陸 那前市委員也建議就是說希望把這個範圍來做擴大的一個登陸指定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當然可能各位有討論就是上次李老師有建議就是一四五這一塊地號的部分 因為在這個旁邊還有一個人行道 那我們也希望說未來整體這個地方要讓未來參觀的民眾 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也希望一四五部分的地號 納到我們這個空間整體的一個規範範圍 那簡單報道到這裡再請各位來指正極限 目前還沒有 討論今天討論把一四五的整體擴大分為 好 我們還是請教部位委員 請大家指教 extending around WC 因為希望竟然沒有問題 比較大的問題是那個二段112號的地方 因為其實它不是圓滿這個觀測的一部分 當然他因為政見 因為�AP諏 immer會開以後 他就政見了 但實際上剛才跟他單位所提的那個災漸 因為我們去過現場 他其實面積都很小 然後他其實現在狀況也非常不好 所以將來修的時候等於也是整個重作 那所以我也不太曉得說不惜一切 一定要保存他 然後一定說他是入口意向這件事 是不太理解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很清楚 一連續都是這些日式的觀色 所以他的意向就是很清楚了 所以他想有必要這樣再去重建一個 這樣子的街角 然後他其實一突到那個人行道上 然後還要聽說他在在地上有這個需求 然後還一定要去做一個兩層樓 就是做一個步道 然後去從比較高的地方去看那個圍牆 那個台北建議的圍牆 其實說不太過去 因為我們從一樓在下面去看圍牆 比較有感受到說原來那個空間的氛圍 然後這個圍牆跟外面觀色的關係 然後現在你硬要去做這樣的東西 其實跟原來這個空間的特質 其實是不一樣 那這個意見其實是很早就講 雖然我知道這個案子很改 可是這個意見真的是很早就講 可是好像一直很堅持這個 我們真的是不太理解 那當然也許現在講也太晚 現在講也沒有用 但是這個我覺得現在你講說 以前這個什麼很早有很怎麼樣 那可是因為畢竟他原來是一排 所以他才會有那個那樣子的氛圍 你現在剩一棟然後你又是重做 然後他原來材料就是 不是都是一些很簡易的材料 所以做起來其實 並沒有原來的那樣子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很麻煩的事情 我不曉得為什麼 就不能考慮一下 謝謝 所以我回應一下 那一共其實 房子二樓在對面其實也有類似的二樓 然後其實在這一區裡面大概 這一些二樓的特色 能夠留下來大概只有這個 是屬於現在公有 那將來那些二樓其實大概都 幫他那個做飯糰那個留媽媽 大概都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很希望在這邊留 那在去年的六月其實發包以後 就一直有討論這棟房子 那包括當王老師沒有進來那個 專案委員會啦 就是審查一年多的過程裡面 也希望說從這邊坐一個電梯 那從不同的角度可以上到那個二樓 包括二樓的障礙其實是 左邊有一個可以上去 右邊有一個可以上去 那兩邊連同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整個地範圍 特別是剛老師有說的那個圍牆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一直在設計跟討論的重要 那這個就是要不要當附屬設施 跟當歷史建立的本體 去做討論 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這棟不一樣 然後看到董老師報告 我太懂 因為這個地方你做個兩層樓的 因為它原來沒有那個東西 然後原來很清楚就是一個尾牆然後關設 然後你現在進去做一個兩層樓 然後你到底是要看什麼的 因為其實你在現場的感覺 你就覺得一樓 然後你去感覺到那個尾牆 其實是你再做一個兩層樓的那種 通通不知道 其實是效果好 因為大家一直都覺得 好像要從上面去看那棟關設 可是其實那棟關設的特色不是在上面 所以 所以小時候的主意是在壓力 老師跟您回應一個報告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這一棟房子 希望留有這個原本這個房子 先放這個房子就是兩層樓 那我們只是說 剛剛田復原報告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在外面有個平台 串聯作為一個無障眼電體 可以做銜接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這兩層樓就是需要無障眼電體 所以你現在是為了要 因為它很小很小 老師這個地方說明一下 因為未來這個地方 在前面這個區會有一個 無障眼電體的使用 那這個地方 現況就是兩層樓的一個房子 那我們只是增加在這個地方 有一些廊道 在二樓樓有一個廊道可以做串聯 那剛剛說明的是說 一樓當然我們保留 還有原本真跟古蹟這個圍牆的一個關係 那增加這個是說 因為老師剛才也提到 這個七樓我們還是做保留 那在二樓的部分 因為為了要這個 黃黃社區 未來再利用黃黃有一些餐飲的可能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一個二樓式聯絡聯作 這個我知道 但是它空間真的很小 所以你做餐飲 它根本沒有辦法拿到做好的 現在問題是這個 這個地方全部都是六樓的房子 根本沒有二樓的房子 所以現在二樓是我們去做的 然後就是你去造成 然後你去法宿的怎樣 然後變成還要再做一個電梯 本來就是 老師我說明一下 這個現況就是兩層樓的一個方式 那我先要說 請你聽我講 這一棟二層樓的房子 上面的面積非常小 然後你硬要去做成一個菜園的空間 然後一定要讓它上去 它本來可以一件事 所以這個是你們造成的 然後其他那個裡面 所有的都是一層樓 都沒有二層樓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你們的設計造成的 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區域 當初海岸成像也有針對這棟房子 也希望說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保留了 整個華方社區 參加建教的一個兩層樓 這種 當初光復過五六零年代這種房子 大概就是甚至一個區位 那另外一部分都在 在杭州南路愛國東路那一側的 那所以當初在華方社區這個爭取 或他指定登錄這個歷史建築的時候 其實那些社區居民有特別 希望我們能夠 到海岸成像 都希望這棟房子能夠留 所以我們才跟文化局也積極在討論這個 那也希望就是說 市民對這個我們公有的這些歷史建築 能夠多留一些房子 那當然老師談到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層大概還有十五坪左右 那當然未來國畫不是只是針對這個二樓 我們是其實去這個區域 整個華方社區的一個樹林的生活美食 是在這個整個大區 那那一棟我們才會希望他留下來 當作一些附屬的一個空間的一個使用 他不是當然就是主要作為這個 整個區域的一個餐飲空間 因為整個餐飲空間是在整個大區域 這一個區區區區這個範圍 那當然是希望能夠多留一些房子 然後我們用圓房的方式來修 那因為這棟房子 對這個附近的居民來講 它是一個重要的影響 那所以當然請王老師能夠支持 這樣的一個計畫 謝謝 原來一載一載要好幾次在理解 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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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原來的審定 因為沒有好 好 其他位也還沒意見 謝謝 好 那個 上次的審查會議 還有我們的議會 我們會議在13月 我們現在這個案子裡面 有165號 173號 177號 我家長今天討論了112號 列入歷史建築 這一點已經知道在裡面 今天看來就討論112號 那112號 當然我覺得它不是行務所的房子 所以在被灘的時候 我覺得就應該登陸的歷史建築 但是它土地所的土地 就是它的土地是當年的行務所去設的 土地的一部分 我只是說在裏面看 他部署的這些材料 所以大概主要的意見就是 可以同意在112號 112號 可以拿入歷史建築的地方 那要用呢 這個大概後面的講法就是 如果要用就是 按照第一次行為的講法 應該就是可以作為再利用 必要性的設計 就是這個大陸 那這個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怎麼用以後改電地用 當可不可以 可能會被拆到的這個預付以後的事情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呢 剛剛要選的那個100 應該是145號吧 那145號就在金山南路道路用地上面 是不是要納入部阻的地 既然我們也沒有 那上面的設計呢 也可以設計 所以我覺得建議不要亂 5145號的金山南路道路用地 這個事情 當然這三點 那可能啦 就是因為那天會開的時候 我手上沒看到資料 所以就是另外那個16173175 那天我一直提 所以現在這三棟呢 所以現在這三棟呢 不是你 對 來各位稍微補充一下 美老師也提到的165跟165號 173號跟175號 其實在現場這個 他的那個日事件組已經是不存在了 所以我說我當年登陸的時候 沒有幫我跨這三棟 對 沒錯 但是你去看他任何處理的位置 跟委員報告一下 未來正極洞廢利件 我們當然就是配合這個整個 當初在西社審他的時候 就是沿街面的這個風貌 這個房子 因為他整改件很嚴重 那我們還是會配合就是整體的一個風貌 把他能夠有連續新日式術生的那個感覺 把他做回來 雖然其中房子他們還要當初沒登陸 但是房子我們還是會 配合這個所謂的在利用 把他做運輸 他也是類似屬於 在利用的一個必要性的一個設施 他會幫助他的老師表達 畢竟的工作 是 是 對這個2012的見解 這個還補充說明 會談的時候的確 這個王老師召集人 你也能看 那這112號 的確是在當年 就在南無托盤以後 所針見出來的事情 所以他的 狀況性跟歷史相關 這樣混淆 原來面對的這個進化 這些若干 職務殊社 我個人比較關注的就是 後來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 因為這個整區 未來如果可以活化的話 當然嚴忍精華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可是那個 臺北監獄後面這個牆 事實上 可能各為稀有 那這個 這個角落 如果說把1957